两岁男童失踪15天后神秘托梦 父母跟随梦境发现邻居家的惊人罪行 视频中哭得伤心欲绝的是王林夫妇 据了解王林和丈夫下东海结婚多年 育有一个可爱的两岁儿子行行 日子虽然平淡却也幸福美满 然而就在几天前 杭杭突然在家门口离奇失踪 亲友们挨家挨户找了个遍 都无法找到他的踪迹 在儿子失踪的第15天晚上 下东海梦见了儿子 梦中儿子告诉他一个地方 半信半疑的王林夫妇 按照梦里的提示赶到那里 却发现了让他们心碎的一幕 那么夫妻俩到底看到了什么 杭杭又为什么会失踪呢 他说婆婆 我把弟弟带到虚婆婆了才算 我都说要带 找了我都做规矩了嘛 杭杭的外婆告诉我们 因为女婿经常在外打工 所以外孙就由她和女儿一起照顾 事发当天下午 她正忙着干农活 孙女小丽说要带弟弟 去隔壁徐婆婆家玩 等她忙完了想去接外孙回来 却发现家里只有小丽一个人 她问小丽弟弟在哪里 小丽说他们一起回来了 但外婆却没有发现杭杭的踪影 段红玉心想杭杭才两岁多 不可能知道回家的路 于是赶紧通知了女儿王玲 王玲听说儿子不见了立刻赶回了家 王玲一回到家 就怀疑是隔壁邻居徐大妈干的 她说两家虽然住得近 但经常因为一些琐事争吵不断 于是她冲进徐大妈家里 要求她不要把孩子藏起来 说两家之间的恩怨不应该牵连到孩子身上 但徐大妈却冷静地说 自己怎么可能会拐走王玲的孩子 孩子一定是自己走丢了 可王玲不相信她的话 征求徐大妈同意后把她家搜了个遍 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无奈之下 王玲只好报警求助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并得到了村民们的帮助 附近几公里都翻了个底朝天 但依旧没有发现行行 王玲心急如焚 又想起了徐大妈 于是她带着母亲段红玉再次去找徐大妈 并碰巧遇到了对方的丈夫 王玲母女追问她是否知道孩子的下落 徐大妈的丈夫却坚称她对此一无所知 并说他们是邻居 又不是仇人 怎么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她还说 也许孩子真的是被拐卖了 王玲听了心里不踏实 她总觉得徐家和孩子的失踪有关 就在这时 她注意到了徐家旁边的一个柴房 那里会不会有什么线索呢 王玲夫妇又能否找回行行呢 两岁男童失踪15天后神秘托梦 父母跟随梦境发现邻居家的惊人罪行 王玲夫妇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行行 曾经去过邻居徐大妈家的柴房 可是柴房里一片漆黑 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味 王玲只是随意地叫了几声儿子的名字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于是就离开了柴房 他们在徐家搜了两遍 也没发现任何线索 但王玲心里对徐大妈 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 五六天过去了 行行的消息依然杳无音讯 王玲一家甚至宁愿相信孩子是被拐走了 也不敢想象其他更可怕的可能 可是据警方分析 在这样的地区和时间段 孩子被拐走的概率很低 可王玲和丈夫并没有因此放弃寻找 他们每天都四处奔波 希望能找到儿子的踪迹 在儿子失踪的第十五天 夫妻俩刚刚结束了一整夜的搜寻 回到房间打算休息一会儿 这时夏东海突然做了一个惊悚的梦 他梦见儿子赤身裸体地挂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 那个房间很像徐大妈家的柴房 儿子还不停地呼唤着爸爸 夏东海被吓得冷汗直冒 赶紧叫醒了王玲 把梦里的情景告诉了他 他们觉得这个梦可能是一个预兆 于是决定再去徐大妈家查看一下 刚跑到门口 就看见徐大妈正和另一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王玲下意识地拿起手机录下了视频 视频里 徐大妈不仅辱骂对方的孩子 还恶毒地说要把对方的孩子偷走杀掉 王玲听了心里一惊 觉得这跟他丈夫做的梦有关系 他和丈夫趁着徐大妈分心之际 偷偷溜进了他家的厕所 可是他们仔细搜查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孩子的身影 二人本来想就此作罢 但他们又想起了那间柴房 于是再次走进了那个曾经搜过的地方 没想到一打开门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恶臭 夫妻俩捂着鼻子向里走去 当他们掀开堆在一起的木柴时 看到了让他们绝望的一幕 他们苦苦寻找了半个月的儿子就躺在眼前 已经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王玲和丈夫顿时悲痛欲绝 哭声震天 他们没想到和儿子的重逢竟是这样的悲剧 在连续多日的高温下 儿子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整个柴房充满了恶臭 周围的村民听到他们的哭声也都纷纷赶来 看到眼前的情景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两岁男童失踪15天后神秘托梦 父母跟随梦境发现邻居家的惊人罪行 村民们看到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了 在场的人怎么也想不到 王玲家失踪了15天的儿子 竟然就藏在隔壁徐大妈家的柴房里 正当王玲夫妇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时 徐大妈却想要趁机逃走 村民见状立刻把他堵住按在地上 等待民警的到来 在被警察带走后 徐大妈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至于他为什么要对一个两岁的孩子下此毒手 却始终不肯说出原因 王玲在看到孩子的尸体后 心如刀脚 事实表明自己当初的怀疑是没有错的 当时徐大妈一定是把孩子的嘴捂住了 不然孩子怎么会听不到自己的呼唤 王玲悔恨不已 如果当初自己再搜得仔细一点 或许孩子还有一线生机 对此王玲也想不明白 一个两岁的孩子能有什么罪过 竟会遭到徐大妈的残忍杀害 村民们也都为王玲夫妇感到愤怒和同情 叫嚷着徐大妈一家赶紧滚出村子 当警方还在调查徐大妈的作案动机时 王玲一家把矛头指向了徐大妈的丈夫和儿子 他们怀疑徐大妈的家人也参与了包庇和掩盖罪行 因为王玲记得当初自己想要再去徐大妈家搜寻时 却被徐大妈的丈夫阻止了 更何况徐大妈怎么可能在家里藏尸半个月 而她的丈夫和儿子却毫不知情呢 但是在王玲夫妇的质问下 徐大妈的丈夫和儿子都表现得很无辜 徐大妈的儿子说 他也很震惊和悲痛 完全不理解母亲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说母亲平时没有任何异常 甚至还和他聊起过王玲孩子失踪的事情 他从来没想过母亲会是凶手 至于母亲为什么要下次狠手 他也搞不清楚 他只能猜测 可能是因为母亲处于更年期 加上和王玲家经常发生争吵 心里积累了太多怨恨 才导致了这场悲剧 事情发生后 王玲夫妇一直陷入自责和悲伤中无法自拔 他们总是在想 如果当时能够搜得细心一点 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希望王玲夫妇能够早日走出阴影 而徐大妈也能尽快受到法律的严惩